今天的影片會告訴大家 Cucolacha 也就是蟑螂步 以及Cuban Rock 也就是所謂的搖擺步的差別 請大家不要錯過囉 各位DanceFation 舞動魂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Selena老師 歡迎來到國標小學堂的拉丁技術篇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Cucolacha 也就是蟑螂步的細部解說 那要了解蟑螂步之前 首先我們要知道蟑螂步 以及Cuban Rock 也就是所謂的搖擺步 我們中文所謂的搖八 它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首先我先讓大家知道 Cucolacha 它到底是由哪些步子組成的 Cucolacha 一共是2、3、4、1 有三個重心 那它2的時候會是一個搖八 也就是搖擺步 3的時候會是一個側形步 完全上重心 4的時候會合腳交換重心 另外一邊也可以跳喔 所以是一個搖八 一個側形步 全上重心 再合腳換重心 那還沒有解釋之前呢 同學一定會說 老師你剛剛跳起來 2跟3好像長得差不多耶 沒錯如果在你還不知道它的細部解說 就是它每個步子的組成是什麼時候 你絕對會覺得看起來2跟3是一樣的 所以首先先讓大家知道 2它是一個搖八 那搖八它是什麼動作呢 搖八其實我們翻成中文 它就是搖滾或者是搖擺 直的呢你重心過去之後呢 它就是會怎麼樣 折返回來 所以如果我們只是一直做搖八的動作的時候 基本上你就是會一直在原地 你會去又回去又回 所以如果我都沒有轉換我的五步 我一直做搖八的時候 我是不會移動的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做下一個移動 我可能會把我的重心全部上到我的單腳 然後我就可能可以往前走啊 或者是往後退啊 或者是我搖完一個八之後 我上去全部的重心 我可能可以轉動去做下一個位移的動作 所以呢搖八呢 我們翻成英文的時候 我們會用成paw weight 代表呢它的重心就是 部分過去不全部過去 所以常常會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搖八到底要不要交換中心 搖八是要交換中心的 但它不會全部重心交換過去 它會很像呢這邊好像有鼓 也就是撞一下就回來 所以同學你們可以從我的背影看到 當我們在做搖八的動作的時候 我下盤的擺幅絕對是比我軸心的擺幅大很多 很像我這邊有兩個鼓 我臀部過去 啊脊椎其實也有移過去 但很少 然後我臀部過去脊椎微微位移 所以如果我是原地搖八的時候 你會看到我的脊椎基本上只有微微的位移 那如果我是從單腳重心 要去形成一個側向的搖八 我的脊椎會移比方說50公分好了 那我的臀呢就會移怎麼樣100公分 所以我的臀部的位移絕對會大過我的脊椎 所以我如果是從定點移動出去的時候 我常常會跟同學說 麻煩請你們的脊椎移半步 而你的下盤是要移一整步 所以像這種折返動作 用部分重心用臀部去折返的 這種動作就叫做搖八 比方說我們之前有介紹Cuban Break Cuban Break其實也是搖八的一種系列 只是它是半拍的破碎的 所以它會用臀部去做一個彈動動作 所以你看我如果一直做Cuban Break 做Cuban Rock系列的動作 我去我其實就會馬上有個折返回 所以當我們在做Check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Forward去我折返回來 其實Check它本身也是一個Rock的動作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做的是一個Basing Movement 2&3&4 後退折返 2&3&4 其實在這個Chu的部分 我們去的臀部折返 像敲一個鼓之後再回來 這種動作它其實就是搖八 所以解釋這麼多讓大家知道搖八這個動作之後 我們回過頭來看Cucolacha 就是西班牙文所謂的蟑螂的意思 蟑螂部 你要想像我們第一個2的時候 好像就是要踩蟑螂 那第一個2的那個運作呢 它就是剛剛介紹的搖八 所以你的脊椎位移50 臀部卻位移100 但是你折返過去之後你要回來 但是就不要再搖下去囉 因為你如果再搖下去 你就會一直搖 它就變Cuban Rock 所以你只搖第一下2 3的時候你必須覺得你的重心完全站過來單腳 把你的脊椎靠向你的重心腳 而你的腳尖必須踮起來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重心是完全歸單腳 這時候我們可以合腳 我們其實如果在變化裡面 我們就可以移往別的方向 那如果是正統的Cucolacha 它的4-1就是一個合腳 並且交換重心換邊也可以做 所以我們2的時候是一個搖八 所以最正統的Cucolacha2的這個移動腳 是不可以踮起來的 因為它是一個搖八 然後3的時候它會全重心 它才會踮成腳尖 把你的脊椎靠過來 然後再合腳換重心 大家可以看我的背影 2的時候呢 移動腳 就是下一個重心腳是不踮的 And 2 然後擺蛋回來的時候 整個單腳腳尖肩踮起來 然後再合腳換重心 搖八 不踮腳 3的時候整個靠過來 然後才合腳換重心 所以呢 當我們在做Cucolacha2的時候 我們的腳尖是不踮起來 唯一的只有一個例外 就是當我們做Check的Cucolacha的時候 因為Check本身 它的兔的後腳一定是要撐起來 變成腳掌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是做Check的Cucolacha 我們會往前去 一樣臀部做一個折反 在這時候 大家看我的右腳 它是踮成腳掌的 然後再踩回原中心 就會單腳 所以這個時候左腳是腳尖 再合腳換重心 那麼後退的時候 剛剛就說了 最重正統的時候 它兔是不踮腳的 你必須覺得脊椎位移一半 然後去用臀部做折反 3的時候才站上去 然後去做合腳換重心 不過因為現在啊 我們有時候都蠻注重腳尖的使用的 所以當我們在做Cucolacha的時候 我們Check執行完 做一個合腳換重心 我們後退的時候 大部分的舞者還是會把前腳點起來 不過他們還是要去執行這個Rock 搖八的力量 然後再踩回來去做合腳換重心 所以當同學知道這個動作的時候 在執行很多步子上的時候 才不會沒辦法位移 舉例來講 比方說我們的這個Cucolacha的運作啊 在Sliding Door上面是使用到很多的 比方說男式舞者 我們有一個Cucolacha 然後只是它是一個 Forward Step 而我們女式舞者呢 是Two and Three 我們會翻過來 然後再繼續進入Sliding Door 像這個步子都可以說是Cucolacha的變化 但是當我們尤其是女舞者 它要翻面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搞不清楚它的運作 你一直做搖八 Two and Three 這個下的時候 你絕對是沒有辦法移動到下一個重心 所以如果你可以搞清楚 它是一個Cucolacha 所以這是一個很確實的 去Show Your Hip 去讓你的臀部很明顯的 去做一個搖擺的動作 但Three的時候是要全部上重心 這樣子你才有辦法去執行 等一下的轉折方向 才不會臀部也不明顯 然後要轉折中心的時候也很難移動 所以大家要先認清楚 這個Cucolacha這個步子的結構 那麼其次呢 第二個重點就是 我們要搞清楚它的臀部是怎麼使用的 因為這個步子的特色 就是要看它的臀部動作 所以現在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步子的臀部動作呢 就是你的反伸 臀部往後扭 在伸腳這個部分的時候 你要做得非常的清楚 大家可以從背影看我做一次 我們首先要出去的時候 我們先把臀部扭轉向後 所以當你出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會用到你的這個 inside裡面的肌肉呢 去產生有點內扣的畫面 不是內巴 是用到內側的肌肉 因為你這邊的臀部向後扭轉 所以當你踩進去的時候 你會從你的inside內側呢 把你的臀部擺盪到前面 所以這邊一定要繼續保持 向後轉動的力量 把臀部塞向前 然後才旋轉向後 然後再撥出去的時候 所以也是把這邊一直向後旋轉 然後把這邊臀部向前 然後向後旋轉的時候 再把腳收進來 那麼合腳換中心的時候 之前就有介紹過 我們會把中心腳踩下 形成雙腳都是直的 然後這一腳因為是腳掌 所以你會覺得我的臀部好像有一點踮高 然後繼續把它向後扭轉 然後下一個中心邊的臀部向前 然後我們才往後繞 好,所以代表臀部的前後 你要做得非常的確實 好,我們下一個中心邊 我們先把上一個中心邊 把臀部往後旋轉 好,用到內側 好,從後面擺盪到前 然後才旋轉到後 好,保持在後之後 重心擺盪上去 這邊還是要繼續向後旋轉 腳尖踮起來 臀部擺盪到前 扭轉向後 好,進到合腳換中心的時候 重心踩下 上一個邊還是要扭轉在後 然後左邊臀部向前 踩到後面去 所以哪一邊在前 哪一邊在後 請大家做清楚 我們再一次喔 臀部向後旋轉 扣住 內側使用 去 前到後 好,踩到內圓 踩下去 上一邊繼續向後旋轉 腳尖踮起來 臀部前到後 踮高之後 繼續向後旋轉 右邊前到後 and 2 and 3 and 4 and 同學呢 必須搞清楚 到底哪一邊的臀部是向後的 因為有很多同學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他的 吐 他的臀部就會直接 一踩下去 他就向後轉 而不是保持上一邊的臀部向後 然後你用到內圓 為什麼會有這個內扣 就是因為這個臀部有向後 然後呢 你踩下去的時候 才把臀擺到前到後 這邊保持後 推回來的時候 這邊會有個 撥肩腳尖 TUN OUT的動作 然後呢 才從這邊也是前到後 把你的腳收進來 保持後 踮起來 繼續向後 讓你身體扭轉更多的反身 然後才前到後扭轉 保持向後 內側 前到後 撥起來 腳尖 TUN OUT 臀部前到後 臀部繼續往後 前到後 所以如果你有這樣子的身形的時候 我們搭配上手 我們之前在介紹手勢的時候 有一集說 我們的手勢其實跟這個 MORANGA ACTION 要搭配在一起 所以如果在CUCULACIA裡面 你的手勢是用這個正常的身體動作 我們當然排除那個花式 然後花式你要怎麼摸怎麼搖 那都無所謂 但是很多種選擇 但如果是基本的造型的時候 基本上我的手勢 就會搭配我剛剛說的那個 臀部的扭轉 如果你向後扭的時候 你的背肌是壓縮 所以它會是個短手 出去的時候會長手前到後扭轉 前到後扭轉 這個繼續向後有沒有看到 然後前到後 這變成短手 然後保持扣住短手 所以你的短手很重要 一定要一直拉住 然後前到後 鎖住另外一邊也是前到後 然後收進來之後 我腳踮起來 我保持我的短手 然後我的臀部才前到後 大家可以跟著我從背影一起喔 先鎖住我的左臀 好右邊前到後 鎖住右手 前到後 然後鎖住左手的短手 前到後 左邊是 2&3&4 那Cucolacha其實也可以做後前的喔 所以我後退 2&3&4 然後前進的就是check 保持腳外巴一樣 右腳鎖住 好臀部前到後 從左邊擠回來 前到後 合腳的時候保持臀部向後旋轉 腳踩下去 臀部繼續後 然後身體從前到後 所以你會發現我的手的律動 就是會跟我的臀部搭配在一起 那這個Cucolacha呢 尤其是對男士舞者來講 他是在基礎動作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舞步 就是你的舞序裡面瘋狂出現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練習 那女士舞者雖然沒有那麼多 但是由他展現出來的變化步還蠻多的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假以練習的時候 相信你對倫巴舞的身體動作 和搖巴系列的動作都會進步很多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今天的影片拍攝的內容 對你是有幫助的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 下方還有超級感謝的按鈕 你也可以按下它給我們實質的幫助喔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再見